桃园中立这家槟榔滩在深夜遭歹徒行抢 歹徒呢当时戴着棒球帽拿着球棒 在扎店之后还撬开了这个收银机 搜刮了财物 前后犯案时间不到30秒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拿着球棒朝玻璃窗猛砸 吓得槟榔滩里的员工拼命尖叫逃离 两个人很快撬开收银台 搜刮里面的现金后汽车逃逸 前前后后不到20秒 4号凌晨2点多 21岁的黄金男子和友人 行抢这件24小时营业的槟榔滩 担心被监视器拍到 特意用口罩遮住机车的车牌 但是不知道其实早在作案前 就已经被监视器拍到 因为缺钱花用有先到古兴平镇的家里 有去先商议 商议完之后又到现场来观看 嫌犯落网后供车是没钱花用 加上跟槟榔滩有些恩怨 才会砸槟榔滩泻分 顺便抢夺店内财物 得手一万一千元 私人恩怨成了砸店抢夺的恶犯 恐怕是最佳一等 中天新闻简正风 桃柳报道